大家好 我是小許大 這邊來跟大家介紹這禮拜的GNN新聞 就是下禮拜會開一個公會任務 冰淇淋與豆花的對決 這個感覺是會有一次拿到兩張卡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容的部分 這次比較不一樣就是說 這個豆花你要打這個X刷關卡 才可以取得 那這個X刷關卡要怎麼取得呢 就是你通過這個公會任務的八次之後 它會解鎖一個來玩豆花提提神 這個額外的X關卡 那這個關卡的話 只要過了就會拿到這個 技能八的這個豆花一隻 那接下來呢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一次的重點我覺得這兩張 那兩張卡不是重點 重點是卓羅這張卡 這一次算卓羅復刻 那卓羅跟小明這兩張會亂入 那一般的公會任務關卡裡面 會亂入這個卓羅跟小明 那這個豆花提提神 這個額外的X刷關卡中 它是一定會出現 這個卓羅或小明其中一個 然後遇到的話都是必定掉落 所以如果你想要刷卓羅的話呢 就是要打這一次的公會任務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兩張卡 冰淇淋跟豆花 他們有一個隊伍技能 他們兩個放在隊伍裡面的話 進關之後呢 最左方的冰淇淋跟最左方的豆花 主動CD減少6 也就是說開場就可以開這樣子 冰淇淋這個醉人甜味 兩張卡的技能 一張是水人類 那CD6把水跟木轉成水人跟木人 然後一回合內這個人類攻擊力 以及回復力1.5倍 其實這個沒有到很高的一個增傷 那場上如果大於10粒人族符石的話呢 自身攻擊 自身技能CD-3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感覺是做給艾莉亞的啦 因為人族符石 艾莉亞會自己慘嘛對不對 然後他開場就是等於是可以直接爆發 不然艾莉亞進場的話呢 攻擊力其實蠻弱的 可能要過了一兩回合才可以 就是真正的威力才會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看到豆花的技能齁 他是木的人族 然後CD6齁 消除人族符石的時候自身攻擊力1.5倍 然後追打水火木攻擊各一次 持續是沒有消除人族符石 就是進場就可以直接開了嘛 因為進場CD直接-6 兩張一起放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開了 這樣子 然後持續到沒有消除 那艾莉亞的話 放艾莉亞的話應該是不會有 不會被消除啦 就是可以一直持續這樣子 那就是這兩張卡的資訊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兩張卡就是 還是比較偏娛樂啦 我覺得艾莉亞還是放那個童子C比較猛一點 所以這兩張卡就是 我就覺得可以刷 但我覺得重點是卓羅 重點是卓羅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公會任務 然後下面還有這個 一些有關於公會任務的 這邊有講到說2萬分的話 可以拿到一張 滿季的冰淇淋這樣子 那豆花的話就是要打額外的關卡這樣 然後最後呢 還會有一個造型 這個巨蟹 12公的巨蟹 快刀亂碼巨蟹的造型 那這個造型的話 你只要個人打200分就可以 拿到了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一次的公會任務所有的資訊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面 我們下部影片見面